诶子弹没换上 开锤 但是 这没锤到头就肯定是没了 这个有枪和没枪的差距可太大了 而且这一波USG是两名选手 跳在烂尾楼当中 打起来 打起来 现在这样的话 BDP的选手只能赶紧去支援 宋江现在目前还在 皮卡托西仓的位置 很远 GX甚至有可能能够抽一眼 GX已经在找位置 Pero近点还是在赶人 有人想越过他的顺位 Pero其实你要不要看看家里的方向 因为这个圈是刷回去了 不过Pero刚刚被赶出来 他肯定觉得家里人很多 没错 目前还没有出信息 北侧的T5是有被PP打下来一个 然后另外一边李斧哥 今天也是先开张了 开张就是Nora 哦 阿修罗 把他们的分数是连打待不 这样的话前点位失守之后 BDP的进攻就可能有一点脱缓 我太好打了 你先跑了 BDP的跟进有点慢了 因为泰民已经在这里好久了 BDP放弃这个速度之果决 可以拿 对于经济来说给你 也无所谓 现在这把我拿了一分 而且红仓这个点 对于北边的限制是比较死的 带出了赛场 这种病呢 一般会有很多并发症 什么碰了蓝圈我就会死 什么不到中心点 我不会玩 这种病呢 还是要治 关键是以前 跑得太快了 距离是有点远 卢克的意识还是比较到位 但是远点推敲的出枪 帮忙是把卢克击倒了 这里推敲压力大了 因为推敲马上 他是一个人挂单在外面的 他的威胁 阿露已经去找他了 但是房间的克里克里 可能要出手了 BDP什么时候动手 他顶上有人 刚说完 想补 我意思是没补掉 对我过来补枪 直接跳下来 要扔这包弹 被闪了 这波配合确实是还不错 可以 这波算是打得很成功 小九还能服 而且崔潇这里的话 也是有惊无险 崔潇把人赶走了 七七的这个侧翼 架枪的点位是非常的不错 这里如果能够 满边完胜的话 其实会打成一个弱侧 是 因为 离他们比较近 像费的这些点啊 因为人不多 另外一侧 Pero已经是在接T1 七七放到了黄玉明 小左是一颗雷反击 但是自己的位置有点自闭 抬不起头 对方的投注 反制让小左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打反架 没踩到高点吗 这边 被人家这样摸上 要扔雷了 就在脚下 Levice这颗雷 哇 这顺暴是打得非常的精准 是的 队友可以看得出 太好 有点低 子弹先换一下吧 想先救人 能按住吗 没按住 但是另一次好像应该救起来 目前形势是一个三打一的局面 这边黄之龙如果能单挑打赢 闪打到了 闪打到了 但是这个时候 七七已经过来支援了 是 七七已经被扶起来了 时间很紧急 时间很紧急 怎么 没子弹了 伏笔伏笔伏笔 就这个子弹没换 不然我感觉他能把七七击倒 他是先出手 先出手 而且 因为七七被扶起来了 所以只有补掉的那一个人头 这废子也是花老大精力了 刚才上一个南下 然后想要去参与一些战斗 因为之前他还在抽 那个崔七夭子从北边 抽崔七夭子枪剑 然后现在他已经跟天霸式平行了 是 天霸式提前一步进圈之后 想进去反卡 那么倒霉的是LG 嗯 他现在脑袋上面摸了一个 肺子的选手 这个人对他很知名了 嗯 迪格雷不知道 小唐有没有在看 这都已经出枪了 打了 好像 一踢到了 滑车过来 打了一半 有雷 两个雷 应该问题不大 是的 而且 BGP的事业的人还没有到位 这波很关键 我这盒雷引爆 是没能将Pill炸倒 BGP想直接 OEG是个点 开车过来 一个勾引一个架 移情换位 雪恶也更差 这波雪恶也更差 别急 打药 扔雷 这个时候往后拉一拉都来得及 因为七夕 哎 不要急 上车躲了一下 并且要继续的往前开 但这样的话 唐弟弟 进点压力就更大了 看是先处理背后的人 还是先找中金圈的路线 这个应该是先把朴老师打死 不然的话总是有问题 这是稳定的一分 而且他跟队友会合之前 提前把这个山头 给去压一下 唐弟弟这个位置倒是可以看 看到一撕的位置 翠希要帮他看头顶的肺子 然后唐弟弟负责去打Pill 嗯 扔雷有耐心啊 他可是朴老师 崔潮打打药 只要药多别急 这波吃鸡肯定跟你没机会了 就找个得分的机会 PP从右边打了帅个队 PP的出枪反而是给了朴老师机会啊 这AZ是把崔潮给放倒了 这费子一直在冰激潮 唐弟弟是跑不了了 唐弟弟打一个先 回头 他先用火来补人头 但是没补上 分数被Elonix给拿下 但是费子 哎呦 帅哥队来了 崔潮真的 真的不用急的去出那个厕所 因为他 如果我是崔潮 我今天目标就是等 朴老师去打帅哥队的时候 我把朴老师给打了 嗯 关键还是 费子是丁崔潮的人 你不出厕所 都打不死你的呀 是的 他那个位置 也确实 可能也是觉得蓝圈太痛吧 也可能药不多了 对 这个就没办法 朴也是没活下来 肯定活不下来的 因为只要费子把那是确实把费子给托死了 那这个分数你没拿到对吧 比较可惜 是的 人头被 6的人头被K掉 这么想 刚刚趁着费子南下的时候 拿到北侧区域的GX倒是获了不少的力 是的 在北边也算是一个有个起退点 而且南部的枪线威胁也不是很大 后续想要处理检击的话是有机会 虽然给了一个切 但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嗯 就剩张德胜了 张德胜 还是被看见了 很难受啊 剩他一个人也不可能有很多 刚好在投掷物的一个timing点 在底下有很多架枪先打 能打到自己的唯一的枪线 是的 随便这一步枪 优势很大 要来回的peak 铁波洗头 完美 轮流洗头 是的 状态逐渐的找回来了 而且他们四个人这样轮流peak 你给 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这个坡上压上去的话 会不会也有机会像SQ那样 投掷物用完 你这个坡你怎么下来 确实是要趁着 就是篮拳还没有过来的时间 赶紧处理掉 他封了一言 这波是要打的 他封了很 投掷物去反制你了 想把英诺液这个点给他排掉 但是英诺液还是打的比较灵性 没给任何机会 他没怎么漏 其实英诺液 对 来 去到后面 这颗雷 从烟雾袋里面滚到他 是这样 这波尖击 阿修罗这个动作应该是想往上顶一顶 好恼火啊 这是准备拉上坡了都 CV要去找英诺液了吗 还是去找了一个侧线 想去偷 他去找英诺液了 是的 他去找英诺液了 但其实这波这样的打得太久了 稍等稍等 这样的话不就围 随着准备打了吗 这也是个坑 那不是随便 是杀猪仔的 这波是一个烧猪态势 是的 烧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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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投资往里灌 这毛弹基本上让准备没有办法还手 烧猪 而且是CPM 但是这个雷是原来entropic的 手雷 只剩一丝血 准备剩最后一名队员 其实就是打得有点小拖沓 就是Inonix 就是准备的这波的命根 活下来的 没人注意到他这波 是的 那GBSQ只剩最后一人 他知道张德胜的信息啊 应该是不知道的 即便是知道张德胜 随便是现在也没有时间回去看这个屁股 自身难保 而且拉了这个点也不在圈 但张德胜要吃篮圈了 他是在篮圈里面带车 完了就很危险 要被篮圈垫倒了 还行还行 能爬进来 哇非常之努力 这是要烟力 哇真的烟力 真是团队 太团队了 真是团队型选手 太团队了 太团队了 而且刚刚才补了一颗烟 哦 有 他刚出烟 打赢了 他刚出烟 是的 太可惜了 SQ 太可惜了 预判雷 这个雷要出 我的天呐 直接一颗雷送你上天堂 是的 哇这波 GX没想到 我这 白瞎的烟力 呆着这辆车 真的可惜 再过来 再过来 是的 Antropic和22正面的作战 Antropic和Heaven Heaven要来了 QP是打了一个 一打一 哦 Antropic这波只要吃鸡就能锁定名额 虽然说现在目前分数已经很稳定 但是这一集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 有黑烟 看不清楚 哇这个黑烟很关键 是 让他成功下山了 换一波子弹打个药 双方是都把倒地的 对有 对方的队友全给补了 Heaven就是刚才那个一雷三响的老哥 对 他钱压了 有反鞋 但是对方也有两张车坐掩体 红点跟二倍的作战 哇QB这个位置真的好辣 两边血量差不多 一个77一个74 正面 哦 被打了一枪头 哎 换回来了 血量平衡了 草皮抢法了 这个拼草皮抢法了 这个就是拼反应了 哦 进步 靠一说是摁死了